红色轿车从内侧车道正要往中线开 同一时间外侧的白色轿车也要往内线 红色轿车慌了 吓得连忙切回内线道 但车身却因此失控 整辆车开始不断左右飘移 相当吓人 想个瞬间 红色轿车就一头撞上护栏 扬起大量水泥粉尘 接着一半腾空 磨着水泥墙拖行数公尺 零件一路四散 最后往右喷到最外侧 险些又要撞上右侧护栏 幸好驾驶及时踩下刹车 一个大甩尾才终于将车辆停下 横跨在车道上 惊瘦画面上上网路意外发生在往桃源的国道上 原婆说这辆车似乎没有循迹防滑系统 导致事故发生 引发望而热议 不少人反驳 说纯粹是他技术和胆量太差 开什么车都一样 那么多车没有循迹就他有事 他开车好像比较好玩 索性这起车祸没有造成重大伤亡 高速公路车流速度快 有突发状况 反应时间也比较短 驾驶开车上国道 技术和心理素质都要兼具 才能及时应变各种突发状况 记者刘志长 吴云轩 桃源 赛访我们的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及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